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引发电信业大乱斗的499吃到宝方案,今天进入申办最后一天,新北市板桥区议员参选人叶元芝,今天上午7点就到中华电信板桥营业所拉票,结果第一位排队者凌晨2点就来卡位,他大叹真是太夸张。 叶元芝说,499方案最后一天人潮一定爆满,他选在开门前去拉票,果然人容易绵绵200公尺,许多人排得汗流加倍,他适时送上实用的面纸文宣,希望争取选民支持排第一位的魏先生,凌晨2点就来排队。 魏先生说,他星期五又来排过,6点半到,号码牌就拿到100多号,所以选择放弃回家。 今天是最后一天,特别起一大早,一定要办好,另一名三点来排队的王小杰表示,昨天又来过,因为违约要缴现金,他没带钱,只好今天再来。 他大叹中华电信任钱不任人,叶元芝表示,民众因为排队排很久,都愿意和他聊天,正是拉票的好时机。 他趁机向选民自我介绍,获得不错的反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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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趁机向选民自我介绍。